信口慢聊 朋友们好 1853年 美国海军马修佩里将军率领四艘风帆战舰 到达日本神奈川县的普赫港 第二年 美日签下神奈川条约 日本被迫放弃了长达200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 与美国开港 通商 当时的美国战舰船体涂有防止生锈的黑色沥青 于是乎 这个发生在日本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就被日本人称为黑船来航 当年的普赫港就在现在横须赫市的东部 今天咱们就去横须赫 去亲眼看看当年佩里将军登陆的地方 从上野车站搭乘JR上野京东线到横滨 再换乘京级本线 全程大约一个半小时 到京级九里滨站下车 出站以后呢 用Google Map导航 步行 一直走到海边 就可以到达佩里将军当年登岸的地方 照例哈 咱们还是边走边聊 话说这个美国舰队要来日本 而且来者不善的消息 江户幕府实际上是提前知道的 对比一下当时的清朝 青石路道光22年4月6日有记载 欲军机大臣等 究竟该国地方周围汲取 所属国共有若干 应激利至回江各部有无旱路可通 平速有无往来 您看啊 这鸦片战争开打两年了 道光皇帝连英国到底在哪儿 还没弄明白呢 根据记载啊 1852年 长崎荷兰山馆馆长库修斯 听说了美国即将派遣一支备战的舰队 远航前往日本的时候啊 就把这事告知了江户幕府 如此看来啊 这已经闭关锁国了两百多年的日本 对外面的世界并非是一无所知的 为什么荷兰人会给幕府报信 他们又是如何有本事上达天听的呢 要想说清楚这些啊 就不得不从一种叫做风说帖的制度开始说起 虽说日本自1930年代开始闭关锁国 但是仍然在长崎一港 保持着与清朝朝鲜荷兰的正常贸易 清朝啊和朝鲜自然不必多说 与荷兰保持着贸易的原因 一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早在1619年 就在巴达维亚建立了总部 生意正是蓬勃向上 再有啊就是相对于之前 与日本贸易的西班牙 葡萄牙 荷兰人啊是只做买卖 不传教 1937年岛园之乱爆发 日本的基督徒奋起反抗江户幕府的统治 江户幕府在荷兰人的帮助下镇压了骚乱 此后不久啊 其他的基督教国家全部被清除出日本 荷兰就成为了西方世界与日本唯一的贸易伙伴 到了1641年 日本已经完全锁国 江户幕府规定 来日通商的清和传之 在长期入港时候啊 必须向幕府提交有关海外情况的书面报告 这个就是封说帖 并且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收集整理这些封说帖 在汇集成策 交由长期奉行转成江户幕府 这种啊消息情报的书面成递书 在日文中称为封说书 封说啊 就是传闻传言 谣传的意思 历史证明啊 这个江户幕府是个鼓励谣传 听信谣传的典型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这荷兰商人们啊 为了垄断欧日贸易 也积极响应这个政策 久而久之 荷兰封说书就从早期由商人传头口述 逐渐规范为由荷兰商馆馆长负责综合整理编写 并参照日方对荷兰商人传员的问讯编转而成 作为荷兰政府驻日的全权代表 荷兰商馆长是以政府的名义在向幕府提供这些文告 必须对所有报告的事件负责 所以这个可信度啊 是普通商人船头所不能比拟的 除了因为拿破仑战争等特殊事件 导致荷兰商船数年内未能来日之外 在发掘整理出来的历代封说书中 兰之封说书啊 篇幅最大 数量最多 多达184个年份 相比之下 来自清朝的唐之封说书数量日减 内容呢 也是虚简单 这可能跟雍正以后 清朝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有关 由于值得船员商人报告的事件相对减少 封说书中也多次出现大清诸省静谧的套子话 封说义的官员呢 也逐渐将多艘船的封说书并作译片进行上报 时间到了道光至咸丰年间 唐之封说书的数目开始逐渐增加 这一变化就引起了幕府的强烈关注 关于禁烟啊 鸦片战争啊 南京条约啊 太平天国啊 等等事件 在封说书中都有大量的反应 如此看来啊 这个江户幕府根据这些封说书里的谣传 就可以轻易得出结论 荷兰人说的西方列强凭借火气凶猛 船间炮利正在大肆瓜分世界的消息啊 是真实可信的 就连稳坐东亚霸主上千年的天朝上国都不是对手 被英仪区区战舰十几艘陆军几千人 打的是割地赔款 得出了这些结论以后 江户幕府派员登上美国战舰是仔细查看一番 看罢自知啊 黄国一旦对美开战 无疑是以卵击石 既如此 不如顺应实事 开关通商 幕府被迫放弃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不久就爆发了倒幕运动 末代将军大正奉还 辞官纳地 明智为心 拉开了序幕 日本自此融入了世界 不行大概二十分钟 眼前这片海湾就是当年美国战舰的毛地 海边的公园呢 便是佩里将军登陆的地方 话说1900年10月 美国海军退伍少将比尔斯里 他重访九里滨 这个比尔斯里呢 之前在佩里舰队 以少卫军衔 见证了黑船来行 他对当地没有留下任何纪念物 感到很失望 就向当地的民间交流协会 表达了遗憾 协会因此决定建设纪念碑 转年7月14日 在佩里将军登陆48周年的纪念日当天 登陆纪念碑在日美两国军舰 以及时任首相贵太郎的见证下 举行了盛大的节目式 碑文上书 北米合众国 水师提督博理上路纪念碑 这个碑文啊 是由伊藤博文亲手提写的 时间到了1941年 日本投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 这块纪念碑啊 开始成为民众反美情绪宣泄的目标 1944年 横须赫市的义赞壮年团 向横须赫镇收府长官提出了 破坏纪念碑的许可与协助请求 被镇收府长官回绝 这个组织啊 翻译过来 大概是日本的法西斯政治组织 下面的一个奋青团 团员们被拒绝以后不死心 就越级上访 请求神奈川县的知识批准 知识呢 以建碑的预算部分来自天皇陛下的御赐 需要得到宫内省的同意为理由啊 就拖延着 第二年 奋青团终于得到了知识的同意 可是那么大一块纪念碑啊 他们自己办不了 就找到当地的建筑商马渊祖协助执行 经过仔细的还评之后 发现用炸药爆破会损害周遭的民房 只好改成绑上绳子 将纪念碑拉倒 您从这里看啊 当年的这个日本奋青 并没有一言不合就高举反美旗帜 上字上街打砸抢烧 相比起这两年北美骚乱的时候 动不动就推倒雕像 纪念碑乱泼红油漆 火烧教堂的那些所谓觉醒的民众啊 讲规矩多了 这帮壮年团干的事怎么样 咱先放一边 至少讲究个程序正义 巧的是啊 刚把纪念碑放倒 还没来得及砸呢 美军就开始了对横须鹤的轰炸 大街上立刻谣言四起 说这个美军的空袭啊 是对拉倒纪念碑的报复 于是乎 这群壮年团们就发一声喊 是一哄而散的 纪念碑也就完好的保留了下来 由此可见啊 天底下的这些所谓极端组织都一样 对待他们靠爱和说服教育是不行的 日本投降以后 马渊祖的组员被叫到普赫警察署 原来以为是要追究责任 把组员吓得够呛 等哆哆嗦嗦到场以后发现啊 是美军指示他们要协助重建这个纪念碑 这才松了一口气 整个重建过程啊 在美国人的监视下进行 有日语流利的美国人啊 向好奇为观的日本小孩询问 这是怎么弄倒的呀 是哪些人弄倒的呀 吓得许多在场工作的日本人 是直冒冷汗 纪念碑呢 在1945年11月重建完成 1954年周边整建成为现代的公园 1987年佩礼纪念馆开幕 今天啊 这块纪念碑是横须赫市指定重要有形文化材 每年7月都会在这里举办佩礼祭 在夏天市 每年5月会举办黑船祭 人们啊装扮成佩礼将军的样子 日本海上自卫队啊 也配合演出 以此来纪念打开日本国门 使日本走向文明开化的马修佩礼将军和黑船来航事件 当年日本在美国的威吓下打开国门 到明治维新时 福泽玉籍提出托亚入欧 日本自那时候起啊 便面向亚洲备考欧美 等到1945年再次被美国武力征服 日本更是成了美利坚公顺的小跟班 时至今天 日本仍然是西方G7成员国 跟随着美国啊 积极参与着全球失误 讲到这啊 顺便说一句 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啊 正好赶上日本在2022年世界杯连续击败德意志西班牙 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 有不少的媒体啊 就说 日本的胜利就是亚洲的胜利 与此同时呢 也有另一种声音冷冷的说道 日本的胜利就是日本的胜利 与亚洲无关 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您怎么看呢 今天亲自来到了黑船来行的发声地 站在当年马修佩里将军登陆的地方 静观石碑远跳沧海不由得思绪万千啊 果然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 要想当年马修佩里将军应该是知道他正在改写历史 签订了城下之盟的幕府将军也可能知道 眼前这个不远万里冒雨而来的普通人却是非常清楚 今天正在发生的将来还要发生的都是当年那个黑船来行事件的延续 恒虚贺地方不大 却是个可以瞬间穿越古今的地方 不远处的恒虚贺港就不一样了 170年后的今天 美国船来了就不走了 所不同的是 驻扎在那里的美国军舰 已经由当年的风帆战舰 换成了以罗纳德里根号核动力航母为首的 美国第五航母打击群 由京西九里宾站乘电车 十几分钟左右到西路站下车 步行不到500米 眼前这个海湾就是恒虚贺军港了 日语里写作恒虚贺海军设施 这里特别说一句 有兴趣来的朋友 步行导航的时候 一定要设置Costco Bayside Stores为目的地 到了以后直接上二楼买票 出来下楼就可以排队参观了 如果直接导航军港的话 很可能找不到入口 浪费时间和体力 我这里还有几条参观军港的小贴士 照例放在视频的最后 排队上观光船 整个行程45分钟 观光船会带着游客在军港里边转上一大圈 日本刚开放没几天 参观的人也不多 目测除了我一个外国人 全是日本本国游客 刚刚还下着雨 这会儿雨停了 大家都来到上层观光家版 全程会有日语解说 解说员讲的是眉飞色舞 游客们听得如醉如痴 我听不太懂日语 也就是看个热闹 横须鹤军港 我2019年来过一次 这回是第二次 上一次来的时候 里根号航母不在家 没见着 不知道这次运气会怎么样 这种事就只能碰运气 总不能订机票的时候 提前打电话到军港 莫西莫西 你们家航母 17号下午2点钟左右在家吗 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咱们这个节目是漫谈漫聊频道 作为一个没有上过文科学院的 非理科生 到了军港 现传知识我是讲不来的 所以您看您的 我聊我的 我聊的不对 您多指正 横须鹤军港 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部的所在地 同时驻日美国海军 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联合指挥部 也在这里 也就是说 这军港里不单有美国军舰 也有大量的日本船 说着说着就来了 眼前这个大家伙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作战舰支 初云级直升机护卫舰 这个家伙标准排水19500吨 长度接近250米 从体量上看 已经比二战时候 日本旧海军的飞龙号航母大了 跟美国海军约克成号航母 大小相当 初云级护卫舰一共有两艘 183舰和184舰 从闲号上看 这个是初云级的同名首舰 初云号 2019年我来的时候就见过他 当时还听说 日本订购了105架 可以短距起降的F35B战斗机 我就说 这算哪门的护卫舰 改造一下 换上F35 不就是个轻型航母吗 果不其然 日本已经在疫情期间 完成了初云号第一阶段的航母化改造 另一艘184舰加赫号 也在积极改造的过程当中 顺便说一句 这个F35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 它也授权一些盟国的制造商 生产该信号的战斗机 其中公认产品质量最好的 是日本三菱公司 只是因为订单少 产量低 所以每架的价格要贵出不少 日本军舰的命名惯例挺复杂 我也只能说个大概 咱们先说旧海军时期 战略舰以令治国命名 令治国就是日本历史上的古国 作为地理区画的时候 大概相当于中国古代的郡县 比如大河 武藏 这都是 巡洋舰以山川命名 就是日本境内名山大川的名字 比如甲午海战中 那个众所周知的极野舰 它就是一条巡洋舰 这个极野 就是源自四国境内的一条大河 极野川 大个的航母 都冠以吉祥的鸟兽的名字 比如说 祥鹤 飞龙 龙乡 凤翔等等 到了今天 日本海上自卫队虽说没有了战列舰 但是像初云号这样的一等大舰 仍然沿用了令治国命名法 初云 加贺 这都是日本历史上的古国 古国也好 是郡县也罢 反正现在都没有了 用山川河流命名 也就是个象征 当然 每个国家有各自命名舰船的方法 比如俄罗斯黑海舰队曾经的旗舰 莫斯科号 用当今首都的名字命名 一朝被击沉 着实于国运不利 第七舰队在日本有好几处据点 除了这儿 还有佐世堡海军基地和冲绳基地 但是只有横须鹤港 是美国以外唯一一处具有航空母舰母港技能的港口 横须鹤军港不单设施起位 人员也十分优秀 如果这里无法使用 美军航母要是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就必须花费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拖拽到夏威夷珍珠港 甚至美国本土才可以修理 由此可见 横须鹤军港是美军非常重要的基地 在横须鹤军港中能够看到舰船 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运气好的话 可以看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潜艇 护卫舰 补给舰 扫雷舰 美国海军的宙斯顿舰 航空母舰 潜水艇 破冰船等等 每次来游览 港内停靠的船只都不一样 这也是横须鹤军港之旅的独特魅力 比如今天 港内停靠的多是日本军舰 依然没有见到美国航母的影子 观光船经过日舰的时候 舰上的官兵会朝着游客挥手致意 以前犯过错 河兵宪发以后 日本海军尽量展现出和蔼亲切的形象 这也许是横须鹤军港 开放给民众参观的原因之一 正观望着 只见导游指向海外的一个黑影 远远望去 从外形上看 应该是一艘航母 心下窃喜 该不会是归航的里根号吧 同船的日本游客也是一片骚动 日语的句子我是听不懂 单词还是可以蒙几个的 但听得导游和游客口中是反复重复了一个词 喀喀喀喀 我大概明白了 远处那艘大舰应该是出云级护卫舰的二号舰 加赫号 这个加赫号也挺出名 2019年5月28日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乘坐美国海军一号直升机登舰访问 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夫妇的陪同下 检阅日美官兵并发表演说 双方领导的演说我都听过 除了共同赞赏巩固日美同盟以外 安倍首相说 我们将来会认真改造出云级护卫舰 为垂直起降战机登舰做准备 川普总统说既如此是大大地好 感谢你们购买F35 你看啊 他们俩怎么看 怎么都是一伙的 观光船Seafriend 带着大家在港内来了个左转大迂回 可还是没有见到里根号的影子 航母不在家 他的那些跟班随护打手们自然也不会在 细想一下也对 眼下这台海局势是日趋紧张 无论你是西太平洋自由之盾 还是全球霸权主义的极先锋 这个第七舰队的核心打击力量 自然是不会老老实实的停在军港里 供人赏完了 从观光船上下来 步行距离就有不少餐厅 我呢就一个人选择了回转寿司 简单 快捷 味道也可以 当然 你也可以在星巴克的露台上喝杯咖啡 欣赏一下军港里的风光 比如今天啊 刚刚还在港口外面的家贺号 就在我吃个饭的功夫 已经进港停泊了 两条出云级护卫舰就在眼前 喝上一个军舰view的咖啡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不住在横须贺 晚上就会离开 一天的行程 拖着个行李很不方便 从东京过来的时候呢 在横须贺中央站下了一次车 把行李啊 寄存了才去的九里边 回来以后呢 下午要去的地方就在这周围 步行都可以到达 横须贺中央站 外边有好多吃喝休息的地方 晚上逛完 吃个晚饭 再取出行李出发 很方便 在日本啊 几乎所有的车站 都提供自助存放行李的柜子 跟着标识走 很容易找到 多种语言的说明 方便使用 如果你有IC卡的话 存取极为方便 美军的第七线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日本有好多处基地 但是唯一可以乘船参观游览的就只有横须贺港这一处 观光船呢 从上午十点开始 间隔一小时出发 下午三点是一天的最后一半 喜欢这一类小众景点的朋友啊 值得一游 从横须贺军港出来 步行个十几分钟 就到了三立公园 远远的看见东乡平八郎的立项后面 三立号那庞大的身影 现在的三立号啊 一层甲板下面是个博物馆 完整的讲述了三立号的前世今生 还是那句话啊 作为一个没上过文科学院的非理科生 舰船知识 我是讲不来的 但是说个故事 我还是可以的 日本刚刚开放自由行还没一个礼拜 整个横须贺估计也只有我一个外国游客 外加上登舰的时候 博物馆就快闭馆了 偌大的战舰上几乎没有其他的参观者 机会难得 就跟着我的镜头 与这艘传奇军舰近距离接触一下 老规矩啊 我聊我的 您看您的 我聊的不对 您多包涵 我自称是那种传统老知识分子 讲个事 习惯上还是负笔兴的套路 所以啊 这个观点啊 感叹啊 随想什么的 一般都在断的最后 既然是登舰参观 咱还是得快速的介绍一下三立舰 三立舰是1900年在英国建造完成的战利舰 造价8000万日元 射速快 武器多 航速高 装甲后 在交舰的时候啊 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利舰 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成为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 也是司令长官东乡平巴郎的座舰 三立舰率领联合舰队 在对马海战中几乎全舰了远道而来的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 三立舰命名自古都奈良那座著名的三立山 唐朝时浅唐使阿贝众马吕 也就是朝衡 中秋节时思念家乡 在朝堂之上当着唐明皇李隆基的面做师一首 翘首望冬天 神池奈良边 三立山顶上 享右脚跃圆 说的就是这座三立山 上一期咱们讲了日舰命名的惯例 1905年是个分水岭 在这之后 日本战略舰就不再以山岳的名字命名了 取而代之的是令治国命名法 三立舰参与了整个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 对马海战时身中数十弹 凭借着克鲁波钢制装甲依然进退自如 好不容易打完仗了 却在一次意外的弹药库爆炸中沉没 捞起来以后经过修复 在第一次事业大战旗舰作为海岸防卫舰使用 1923年9月23日退役 三立舰被保存在横须贺当作博物馆 二战的时候还被美军轰炸过 后来被荒废 能拆的金属舰都拆走了 就连幼木的甲板 也因为需要柴火和舰材而被拆卸一空 1950年代进行了大规模的翻新 大量遗失零配件 由智力政府以当时正在日本解体的战舰拉托雷海军上将号作为赠礼提供 三立舰这才得以部分恢复昔日的辉煌 保存至今的三立号是前无卫士战舰时代留存的最后战舰 与英国普斯茅斯的胜利号和美国波士顿宪法号 共同被选定为世界三大历史军舰 1905年5月27日下午13点55分 对马海战中以意待劳的日本联合舰队 与不远万里绕道而来的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 相距只有一万两千米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湘平巴郎 命令旗舰三立号按照事先商定的旗语 打出这次信号旗 向舰队表明皇国兴费在此一战 各援一层奋力努力 我现在就站在当年挂出信号旗的地方 您看啊 近代的日本帝国动不动就对赌国约 直到1945年跟美国人赌到大败亏输为止 细想一下 这个弹丸小国妄想称霸 就是想不赌国运恐怕也不成 大国的选择余地多 要是动不动也就对赌国运 那就不是个明智的选择了 眼看着太平洋舰队要玩完 赌红了眼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来了个梭哈 把远在波罗的海的舰队也压在了牌桌上 奈何施老冰皮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几乎被日本联合舰队全监 当然也还是有那么几艘漏网之鱼的 其中有一条苍狂逃跑的巡洋舰阿夫洛尔号 后来回到了俄罗斯 还在12年后的1917年冲着东宫开了几炮 近代俄罗斯的历史走向 总是在战败之后不久发生转轴 尤其是海军的失败 比如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战败后 俄罗斯就不得不停止了向欧洲的扩张 转而朝向中亚和远东发展 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没几年 十月革命爆发 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遇害 俄罗斯帝国灰飞烟灭 红色苏联取而代之 再看现代 2022年初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基辅久攻不下 也是损兵折驾 节节败退至乌东地区死守 士气低落 战争前景也并不乐观 令人惊讶的是 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 居然被海军弱国乌克兰给击沉了 黑海舰队的其余舰只 也为了躲避攻击 纷纷做鸟兽散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 但是总是压着运脚 特别要提一句的 就是俄罗斯近代以来的几次重大变革 最终都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扯得点远了 咱们赶紧拉回来 闭馆时间到了 从三立舰上下来 在登舰的铁梯旁边 赫然陈列着一架大清国北洋水师 致远舰的加特林机关炮 当年致远舰沉没以后 在低潮的时候 尚有桂桿露出水面 围盘当中这架机关炮 被日本海军拆楼 大东沟海战时 致远舰负责掩护旗舰 自身重弹甚多 在炮弹打光以后 准备用冲角战术 突击日军极业舰 奈何在冲击的过程中突然爆炸沉没 近来也有人考证 当时致远舰冲击的不是吉 是浪速号 讲到这儿 顺便说一句吉野舰的下场 黄海海战之后 吉野号还参加了日俄战争中 对吕顺港的封锁战斗 在一次例行的巡航当中 由于日军指挥官 长时间沿用同样的巡航路线 导致同情的初赖 八岛两艘战略舰触雷沉没 黄海之中 吉野舰被自家的装甲巡洋舰冲日号 以舰手冲脚 撞到弦侧的中部 还积舱进水发生轻浮 葬身于吕顺附近的海面 舰长以下300余人随舰同臣 由于这个事故 日本帝国海军最终取消了 所有战舰船头的冲脚 不知道是春日号被制远舰附了铁 还是吉野舰的最终宿命 就是被冲脚撞沉 总之 是日本自家人替制远舰报了一件之仇 当年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受伤后 自沉于威海卫 他的姊妹舰镇远号被日军俘获 战后编入了日本海军 还参加了热战争 制远舰的机关炮前面摆着两枚石心炮弹 就是镇远舰留下的遗物 陪衬着三粒舰的机关炮和石心弹 可以说是那支远去了的北洋水师的遗骸 一招相见 是感慨万千 在接下来的旅程中 我还会继续探访定远舰 北洋水师 甲武海战 在日本留下的痕迹 喜欢这一类题材的朋友 敬请订阅关注本频道 三粒舰舰手装饰的这一块石榴板橘纹 是日本皇室的标志 据说三粒舰炮口指向的方向 就是东京皇居的方向 日本文化与众不同 在中国平日里大家一起喝个早茶 茶壶的胡嘴都不能冲着别人 您说这天天被炮口瞄着 风水上对东京的皇居有何影响 咱说不好 可不远处高楼里的住家们 不知道每天是个什么感受 今天一大早从东京赶过来 先去九里滨 看了黑船来航的发生地 和佩里将军登陆纪念碑 下午去军港 参观了每日军舰 傍晚又重游了三粒号 到这儿呢 我在横须鹤的一日游 就算圆满结束了 一会儿回到横须鹤中央站福建 踏踏实实吃个饭 午夜时分启程去北九州 这大半夜的从横须鹤去北九州 我想您已经猜到我怎么去了吧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感谢您的时间 咱们下次再见